田野对韩信是欣赏的 毕竟田野也是一个优秀的谋略人 他在计划方面也是相当有诚服的 再怎么说田野也是号称农家女馆中的存在 他在听完韩信的计划和策略之后 也意识到这是可行的 并且他觉得韩信的计谋超越了他 不然也不会将农家的生刷大权交给韩信 韩信到底是瞬间平不轻盈呢 还是打火临头呢 这都要取决于 韩信在这一天内的表现 如果韩信失败了 那么他将会掉落人头 如果韩信打了胜仗 那么他就能够得到敬仰 并且被重用 值得一提的是 刘继当初还在说韩信的风凉话 但是韩信却转眼间将刘继也给拖下水 不过刘继也是有历史光环的人 他就是历史上的刘邦 也该多多露了面 韩信要求刘继和自己一起立下军令状 这无疑是将刘继拖入水神火热之中 而刘继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担药的角色 他之前还是处于一个看戏的状态 但是现在自己却成为了西中人 并且脑袋很有可能随时不保 这样刘继也笑不出来了 刘继是拥有历史光环的人 他肯定不会有事 对此你是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